感谢观看 跟我们一起 向幸福出发 我从未停止行走 一路向前 步伐深远踏实 方能沿着初衷 抵达高处 我一直热衷表达 但会说 只能一个掌声 会听 才能唤起别人的心声 从嘉明到嘉明歌 绕着世界回到起点 蜕变的是阅历 不变的是真诚 我是李嘉明 跟我一起 向幸福出发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分享爱的力量 让我们向幸福出发 因为那个时候 我爸爸和我妈妈离婚了 我就是没有父爱 我就问我妈妈 我爸爸在哪 我妈妈就说 我爸爸到外地去工作 我们要热衷胜出的困难与访色 敞开心扉 自由 为奖 我陪着周周 来到了向幸福出发的现场 感到非常的高兴 这么多年 可能大家都惦记着周周 在94年的时候 周周的妈妈查出来 患了乳腺癌 自己就悄悄地买了两瓶安眠药 其实她买了这瓶 两瓶安眠药的目的是 想把周周一起带离这个世界 这个是我们的那个 非常可爱的小闪光侠 跟周哥一样可爱的小江汉 江汉你看 又有一个哥哥 跟你一样了是不是 他剃了以后真的更帅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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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剃了以后就更帅气 一个紀 dèsnn 欢迎现场和电视机器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大家 我们应该每一次去与我们的讲述人 最热情的掌声 因为他们其实就是我们生活的代言人 我们也希望电视机前的您 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 也可以通过关注同讯视频 同讯图片和新浪微博 了解我们节目更多的动态信息 开始我们今天的讲述吧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在这里要特别感谢山东金浩一世家床品 为我们节目的每一位委托人 提供了一份精美的奖品 感谢 感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有请委托人 严氏林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影视频 洛杰 入阴 糟糕 冲锻炎 水 冰冰村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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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尤其是孩子还这么小 对对对 因为他刚才也说了 他有的时候他就问我说 我爸爸在哪 我就说爸爸在南方工作 非常忙不回来 因为我不想伤害到他 因为我不想跟他说 这样事的话对他影响很大 所以说我就拿爸爸在外地工作为借口 然后我就带他去 因为他那个时候真的非常内向 胆特别小 然后一个男孩出去 不管干什么 就是围围缩缩的总跟在我后面 我想这是个儿子 将来长大了 如果他这样的话 怎么办 我帮不了他一辈子 所以说我就带他出去 我就想领他出去多学点东西 让他在舞台上多展示展示 锻炼一下他自己 让他锻炼的胆大一些 最起码他将来他自己能走向社会 是并没有想让儿子一定要走艺术这条路 没有没有没有 儿子要改变他的性格 对对对 为了改变性格 要接触社会 对对对对对对 为了这个 你还记得你从模特班毕业的时候 如果汇报表演 你给我来一段 给点音乐吧 想要什么风格 这个可以吗 我现在改不过来了 现在还是Michael的味道 没有没有没有模特这么走路的 你这是在找东西 他学模特都老费劲了 去哭呀 说心里话 我说妈妈的 因为没有爸爸嘛 说心里话 我的心呢都揪了 我心都碎了 八堂课 在教室里才敢走 他那个时候 说心里话 在我们那些小孩当中 他是真的是最差最差的 然而一直到现在 说心里话 他在我们大龄 现在就已经是男孩当中吧 就已经数一数二的了 因为妈妈骄傲了 真的 天天网上当时都有他的照片吗 是 我看到你带来了一本本子 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这是什么 一个厚厚的 这是一本日记本嘛 当时就是我跟他爸爸离婚 那段时间正好有很多很多事情发生 我把儿子的每天每天发生的事情 然后心里的想法 然后都写在这上面 然后还有我儿子 就是我每次领他出去学习的 所有的收据 我都给扎在上面 我有看到就是这些是吗 对对对 所有的收据都在上面 我看他有学过什么 街舞 街舞 对对对对 你给他学了有多少东西啊 当时 数不清了 真的 当时说自己心里话 就是他晚上 就是从幼儿园回来之后 晚上我就领他出去学习 然后礼拜六礼拜天 他几乎在那儿都有课 我不想让他在家里对着我 然后就是说让孩子变得更加内向 更加那个就是没有信心 这是我儿子第一次上报纸的照片 好帅哦 士林看到这些你会想到什么 因为这很有意义 不仅有意义 等你以后成人了有工作了 你妈妈会拿到这个来报账的 士林可能我觉得这一篇你应该不知道 我现在想念给你听听 你有一次生病了 咳嗽了 然后呢 妈妈晚上就写了一篇日记说 下午打完吊瓶回到家 晚上孩子又吐了 我却不敢睡觉 在床边守着他 可怜的儿子 睡一睡就开始咳嗽 我心里真是疼啊 看着儿子生病 自己却无能为力 真是希望 病能够生在我的身上 不要让儿子这么痛苦 士林 士林很懂事 听到这一段 自己在默默的流泪 还把纸巾递给妈妈 让妈妈擦眼泪 你是不是也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 嗯 我妈记一记从来不跟我说 没有看到过这本日记本 没有 一个字都没有看见过 这会是一本非常珍贵的 你的成长记录 找一个爸爸可以帮你妈妈 一起来分担生活当中的苦和难 你想他一个人带着你多么辛苦啊 是不是 对 如果身边有一位叔叔出现 能够帮助妈妈 能够照顾妈妈 能够照顾你的话 你会接受吗 会 一步一步来 先是叔叔 对 嗯 今天你是委托人 第一个感谢的一定是妈妈 嗯 除了妈妈之外 你还想要感谢谁 感谢我的两位老师 什么老师 模仿直课心的老师和 那个 模仿赵本山的老师 模仿赵本山的老师 嗯 你的跨度真大 嗯 一位老师教你模仿 迈克尔杰克逊 哈哈 一位教你模仿赵本山 嗯 哇 你这是本土和国际通吃啊 哈哈哈哈 那我们先有请模仿赵本山的老师 为大家带来 凤凰传奇之赵本山小品串商 睡得要生糖 吃得只反胃 脑袋执迷糊 超沙沙不对 追求了一辈子幸福 大手才明白 幸福 是什么 幸福就是糟醉 幸福是什么 幸福就是内心中 真正的快乐 外加 一点点的糟醉 但是我们要克服 生活中的困难与坎坎 敞开心培 自由 自由 飞翔 自由 飞翔 飞翔 自由 飞翔 自由 飞翔 脑袋哪个大 脖子哪个粗 不是那个大宽 就是火腹 呼呼呼 又有 你怎么 又呀 又缺了 既然是 大胖 你不要再给你 化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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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 请坐 坐哪坐呢 你除了模仿赵本山 还喜欢模仿谁 雪村啦 极客牛仔的 都贵一些 我觉得你跟雪村 是真的有点像 你要不来两句吧 来两句哈 老张开车去东北 上了 招式四季 耍流氓 好了 谢谢 老师嘛 真的是看我 一个人带他 很不容易 免费就教我儿子 学习吗 辅导吗 我真的很感谢他 教我儿子学 你学了多久了 三年吧 都三年了 敢在老师面前 敢在我们这舞台上 表演一下吗 行 来个小赵本山 老师把帽子借给你 听说他不当厨师 改防护热线 竟敢扬言 再不上当受限 今天要不卖他点啥 承诺三年的话题 就没法跟观众们对相 先打个烧咬电话 哎 你好 你好 这里是借你一眼会员 防护热线中心 我是资深上当者老板 凭我多年的经验 可以明确判断你是否被忽悠 有人卖国权一 有人卖车权二 有人冲脑筋鸡眼窝全山 有人卖担架直接拨110 你好 算厨师吗 是啊 你是哪位 我 我是哪位 我有个问题想直接咨询你老一下 哦 你说 我们家呀 有头老母猪 黑地儿白花的 早晨打开圈门 以每小时巴上脉的速度向前风跑 把大妈呀 撞树上死了 撞树啊 这个猪的视力是不是不太好啊 两个眼睛都是1.5的 1.5的 心里是不是有点疾病啊 心里妈呀可健康啊 那怎么会撞死啊 这只猪啊 脑筋不会急转弯弯 这样吗 我也问你个问题 想说 过年了 我家少年货都没买 就是他一串猪和一串驴了 你说我是先杀猪呢 还是先杀驴呢 先杀驴 朋友们说先杀驴 恭喜你答对了 猪也是这么想的 哈哈哈哈 你说妈妈 笑的 可有成就感了 好了 范维我们已经领略过了 还有一位是 Michael Jackson 模仿者是不是 也是你的老师 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尤凤豪 来我们有请尤老师 老师 大串你 优优独楼 大串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我跟他握手的一刹那 我觉得他像大学生辩论比赛的选手 没错 最佳辩手 我就是一名在校的大学生 大连交通大学的 现在是一名大二的学生 学的什么专业 我学的是交通运输专业 你是我所认识的 所有的Michael的模仿者里 最斯文的 谢谢 我又问妈妈了 这两位恰恰都不是专业的老师 你怎么会找到这位大学生呢 这个你知道是吧 状态打开了 很好很好 我妈想让我跳舞 就想到了跳Michael这个舞 之后呢 就跟王老师 你们有没有模仿Michael舞的 这个人 之后呢 王老师就说有 这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 刘老师是长头发 最后呢 因为要走婚礼仪式 点短了 这二次点没人好看 他说呢 这二次点比较成熟一些 我特别不太喜欢收学生 因为说 毕竟我们不是专业的舞蹈员出身 咱们不是无人子弟吗 什么人 其实他是一个魄力 王老师 因为我们都是朋友 他就介绍完之后呢 这个妈妈联系我说 因为他是一位单身妈妈 这次来北京 他妈妈这一个星期 都是生了病 其实按常理来说 我收的不是这个学生 我收的是这位中年女人的 一种坚强 收得非常好 妈妈这么辛苦 我相信你如果跳一支 很棒的舞蹈 一定会让妈妈 减轻这种生病的难受 汇报演出一下 Michael Jackson的舞蹈 听说 你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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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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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天给他关上了一扇门 其实也给他开启了一扇窗 突然之间大家发现周周 与生俱来的音乐天赋 可能很多人都还记得 他拿着小小的指挥棒 在指挥的那一刻 所展现的这种潇洒自信 现在已经过去很久了 周周都已经三十 三十七岁了 现在是一个中年人了 你们都还记得他是不是 很喜欢他 现在周周过得怎么样呢 今天周周作为委托人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我们掌声有请周周 陪在周周身边的是牧团长 周周好 牧团长好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好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牧团长好 周周好 你好 我是北京心灵之声艺术团的团长 我的名字叫牧建志 那么今天我陪着周周 来到了向幸福出发的现场 感到非常的高兴 这么多年可能大家都惦记着周周 我们朋友们都知道 周周是一个唐氏综合症 他的智商只有几岁孩子那样高 那么他只能为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带来的是他的礼物 就是为大家指挥 无论是从电视上还是现场的时候 看到周周在演出的时候 肯定有一个庞大的交响乐团在现场 但是今天呢 我们是来到了向幸福出发的现场 没有带着交响乐团过来 所以呢 我就希望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都作为今天晚上 周周的交响乐团的一员 好不好 好的 希望大家能够随着音乐的节拍 把双手开起来 跟周周一起来合作 这首 咖门续曲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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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